紫金城制腰花几千 分子技术他针头尖 回到家中是站不住 痛不欲生好几天 男子保养着前列腺 小黑屋中被人骗 找到记者他响为权 那成响 最后打掉了大牙 他自己咽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知识而丰富散 在那炫酷关一个被人忘了 一处就能信 粉丝无数的刘老师 有啊 哪个有了 前两天解说了一期1818黄金眼 领大伙看了不少这个节目中 破圈成梗的名场面 那么今天咱们继续 众所周知1818黄金眼 是一等社会观察 民生维权类的综艺 不是这个新闻栏目 而今天要说的 这位维权人陈先生 他正是写出个诸多长篇 推理小说的著名作家 紫金城呢 沉默的真相都看过吧 原著小说他写的 隐秘的角落都看过吧 原著小说他写的 1818黄金眼都看过吧 哎 这不是他写的 这是他演不是 拍他的 谁能想到 正是这么一位在作品中 构建出无数精彩分成 引人入胜情节的知名作家 在生活中也会翻车呀 紫金城这不是妖极老损吗 他就显示做一个 针灸治疗一下吧 不过他去这个医院 就不太正规 大夫穿着他做一个项目 叫什么小分子治疗 哎呀这名还悬的糊的 也听不懂啊 但是当时那个大夫 那牛逼催的是响当当啊 他跟我说 当天就能要到病出 他说蔡少芬也是他治好的 结果他这咔咔 大几千花出去了 钱到位了 药也到位了 腰呢 腰更疼了 站都快站不住了 无信咱就走两步 那都给扎这样了 哥谁谁不想抛根问底啊 问问到底是打的什么玩意啊 结果这个大夫说呢 是中药注射液 说是把这个一大堆中药 粉碎成这个水分子1%的大小 你快上一边拿去吧 竟扯犊子呀 有这技术 还可这咔开诊所呢 听完这话 紫金城也直呼上当啊 那我 我还是有一点 那个科学常识的吧 我是这大工科生吧 因为他不可能把什么 药物分子弄成水分子1%的大小 如果他这技术达到的话 他都直接可以申请诺贝尔奖了 那调查到这 紫金城算是和对面结梁子了 他讲话了 这个无良医院和这个无良医生的真名 在我三部作品之内 必成为重要情节出现 哎呀 这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作家报仇 你三部必完呢 那要我说 下回咱就邀请这个大夫爬山吧 爬山去你就问他呀 大夫啊 我这病 还有机会吗 那有人是惨遭套路 不幸被骗 也有人是明知不对 还偏往理炫 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小孔 就从理发店一路加钱 加到了前列线 看到字我一下就明白了 啥钱保啊 那不就 那他为啥做完项目 还找1818维权呢 这不属于是自投罗网自爆卡车吗 因为事后到付款这步了 价格没谈拢 他感觉让理发店给坑了 哎呀 看来这是还没进入闲者模式 更有意思的是呢 记者赶到以后就问这个店员啊 说前列线保养到底是个什么项目啊 结果人家多尖呢 面对记者咔咔直接就改口了 说小孔做的项目啊 叫复古高零八排毒 前列线保养啊 没有这事啊 我们是正规的 你涂到生殖器那里 你开国际玩笑的 这是他说的是吧 是不是你说的 我说涂到生殖器 我还要给你 你是赶紧找个律师我来 你先不要走了 看到没啊 这商家老油条了 他们值得小孔虚啊 心虚啊 就赌他不敢把这个事弄大 你别说还真让他们给赌对了 见理发店如此强硬 小孔突然软了 我说的是态度啊 小孔表示啊 说误会误会 自己刚才用词不当 其实这个项目啊 没有接触自己的羞羞的部位 哎 这个时候他开始佛系了呢 那面对此情此景 记者当街发出了灵魂拷问 他当时怎么做的 你给我演示一下 七个零大 大家 最后你猜 这个事咋解决的 双方协商不追究了 当然了 咱说这光骗钱那都是小 交钱了还差点遇到危险 那才吓人呢 刘女士想玩剧本杀 在网上团购拼了个车 那谁知道这个商家 瞅着挺正经的 哎 就是不干正经事 他们转头就把这个刘女士 当店里的陪玩女仆 介绍给了其他的男性玩家 好家伙 赚两份钱 你是一个子不掏啊 这都不是中间商赚差价了 这是空手掏白狼啊 这一见面 男的摸摸摸摸的 刘女士肯定不乐意啊 见了 哎 到这一步 俩人才知道 他们都让店员给忽悠了 再一看男玩家的聊天记录 店员管他叫爸爸 哎呀 这是有什么低血认亲的服务吗 还是说有啥特殊项目啊 不是啊 这个不是暧昧啊 其实就是正常的一种 就是叫别人的 就像淘宝亲的那种感觉啊 爸爸这个相当于他把他亲 对啊 你快拉抖吧 真这样 你咋不管女顾客叫妈呢 而当问到另一个员工的时候 这位哥更是无能狂怒啊 李亏气还壮呢 就听嗷嗷一嗓子 他破房了 别抢话行吗 别抢话行吗 哎 就说到这儿了 节目效果还没拉满 再看这家店的楼上 牌匾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市场监管所 小样的 你说这胆得多肥啊 店开这儿 还敢打擦边球 那灯下黑啊 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了呗 那再说了 就真有陪玩女仆 那也不能摸摸搜搜的 那咋的 你们这儿也有淋巴排毒啊 哎呀 看完这个故事 是不是脑壳有点疼 没事 接下来就领大伙开发一下大脑啊 一家名为脑智慧的培训机构 就以开发儿童大脑的名义 收取高额费用 那再看培训的都是啥呢 让孩子蒙着眼睛 识字 鉴别颜色 离谱吗 那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呢 离谱到家了 你这都属于是走进科学的业务范畴了 所以说家长们交完钱就一个感觉 上大了 家长们也就一个诉求 而当记者问老师 说你交这些玩意儿都是个什么原理啊 老师不吃一下子乐出声了 哎呀 你瞅当他谈起这个物理时 那笑得多灿烂呢 一看就是个爱学习的好老师啊 后来这位老师又说了一大堆 什么阿尔法鼻听嘎巴的 说的是云里物理啊 给记者听的也是一乐乐的 要咋说这1818的记者就是严谨呢 他听不明白这些 物理学教授总能听明白吧 咱们咨询点权威人士啊 听懂了 这就是咱俗话说的 遇事不绝量子力学呗 这位老师 不当个国产烂片的编剧 属实取材了啊 哎呀 都说这个大千世界是无奇不有 都说这360行是行行处状元 这1818黄金眼 是快把各行各业的人才都给集齐了 这奇葩的人奇葩的事 在配上记者时不时发出的灵魂拷问 以及摄像小哥较为丰富的镜头语言 这档节目那真是太有灵魂了 老着笑了 行吧 那就不多说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如果一不小心给你带来了欢乐 希望大家能点个赞 我是刘老师 咱们下期见 好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